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为您带来的围棋赛事直播 我是陈盈 今天我们仍然在美丽的浙江长星 为您带来2016金利智能手机杯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二轮的比赛 江南三月 草长应飞 此时正是江南的大好时节 我们在前天为大家介绍了围棋联赛的首轮揭幕战 12支围甲队伍齐聚在长兴 为长兴留下了一张张精妙的棋谱 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第一轮的比赛结果 重庆地产3比1胜浙江云林奇产队 华泰证券江苏3比1战胜云南宝山永子队 珠海万山3比1胜民生银行北京队 河北新澳1比3负予山东景之九夜队 成都新叶银行3比1战胜武汉三民队 苏博尔杭州队2比2主将战胜中信北京队 在第一轮的比赛中 上届冠军苏博尔杭州继续持续强劲势势头 而两只升班马则是一胜一负 虽然我们在美丽的浙江长兴 这边的风景非常好 昨天也是我们围甲的休战日 但是我们很多的棋手呢 宁愿自己选择安静地做个美男子 独自去品味棋局带给他们的余韵 我们也利用在休息的时间呢 采访了几位棋手 我们一起去听一下他们心中的感悟 201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在长新如期举办了 首战告捷 咱们的柯杰呢 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柯杰 看看他有什么感想 昨天您跟对手搭战300回合 您自己什么感受呢 下来非常的艰苦 因为我开始的布局其实下来并不是很好 然后导致了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局面 然后后面就是比较顽强 对手可能优势情况下就有一些松懈了 然后导致我慢慢地追上来慢慢地追赶上来 然后最后一局逆转 所以说还是非常艰苦的一个立盘棋 我觉得最好就是别下来太糟糕 就是我最怕担心就是降级这种事情 我之前打的几节都没有降级过 还有一次打过冠军 打过前三 但是说有我带的情况下 队里运气还不错 我可能说是队里的复兴 那您看云南队这回是那个升班嘛 那您就是也是在这个队里是主力了 从这里来说的话 我就是已经全部是全情主将 就是不可能不是主将 所以说主将的话 我的压力也不会像以前最开始 第一次当主将的时候那么大 就是我也是无所谓的 我们队队真实的阵容可能相比于以往 我在其他队的时候的阵容 可能要稍微差一点 但是这次我还是有信心保 其实还是要去信心的 只要他们以平常心去面对 我也以平常心去面对的话 我觉得相信我们这次还是可以绑极成功的 昨天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队的主将柯杰赢了 然后其他三位队员都很遗憾地输掉了比赛 所以说我们昨天只拿到了一个局分 没有拿到场分 可能是就是刚刚是第一轮和第二轮 而且是我们的对手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强的 我觉得输赢还是很正常 在很正常一个范畴之内 希望把第一场就是先放过去吧 然后毕竟后面还有21了 希望在后面的时候能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昨天就是场面很宏大 然后我觉得组织的也很棒 特别是那个中央台的参与以后 感觉这个比赛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我觉得啊 所以说总体还是非常棒 然后比赛的那个我们队发挥也是比较出色 以三比一战胜了对手 虽然我身边这个大块 昨天稍微有点遗憾 但没有关系啊 就是我们是这个团团队比赛啊 只要团队能赢 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结果啊 明天的对手是石板马云南队啊 他们拥有中国第一人啊 那个柯杰九段 其实我们明天会全力以赴 比赛之前我这自信心好像挺足的 但是昨天那般其实下了之后 确实感觉下得好像不怎么样 今天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 我这个犯错是犯到哪里的 然后明天的比赛嘛 其实我是很想对那个柯杰的 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人 我实际上 但是我对他的成绩并不算恰 所以说我其实 我是想对他然后把他赢上的 昨天我是对成都对那个古灵野 最后输了半目 半目就是围棋中那个最小的差距 就是也算运气不太好 但是中间机会也比较多 自己都没有把握住 比较可惜 对那个苏巴尔杭州去年的冠军 就是下一轮 也比较难下 但是我们还是会那个全力以赴 我昨天对郑杰的表现比较满意 或者可以说特别满意 因为他的大局一直把团的比较好 下一步我是希望我们队除了三位世界冠军 能够稳定地发挥之外 我们的小将 零零后的小将能够尽快地成长起来 昨天的比赛 首先我发现去到赛场之后 我被安排到转播席上 我这个没想到 然后所以感觉到也有一些压力吧 同时昨天 但是后来发挥的也很不错 可能有压力也有一些动力吧 后来发挥的还算比较满意 然后感觉上从布局开始 还是一直还算是掌握过整个局势的主动 还算赢得比较顺利 山东队这几年我觉得 一直虽然是处于上游 但是也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成绩 希望今年有个突破 但是刚才在一起 但是反正的游戏 但是 engineers 不是很舒服的 但是第一次我被决定了 我可以尽快地去 不诶确咱也很高诶 但是由于尾本来 我时尾本来尽快地去 尾本来尾本来 所以就会有压力 我就会有那种凶买故事 于尾本来 但这里的山东 窗币 也很有气 我第一次往来 其实我们最后来 是瘟灭的 traged点 但这里很温戏 如果知道,我会在家中也很適合回家 我們昨天已經開始了 我比賽中了,比賽中了 比賽中了,比賽中了 所以這也很了不起 我們比賽中了 就是我們比賽中了 但是,比賽中了 今天是维甲第二轮的比赛 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齐寿聂平老师 来为我们做第二场比赛的一个讲解 现在我们屏幕下方会打出第二轮的一场对阵 聂老您好 您在第二场比赛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几场比赛 应该都很关注吧 不能说是特别关注哪一排 应该都挺关注 但是据我所知聂老师 是担任两支队伍的总教练 名誉的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两盘棋 其中一场比赛呢 就是聂老担任总教练的武汉三民队 您对于武汉三民队 给他们有没有定一些目标吗 没有没有没有 武汉三民队呢 是原来也是为为贾的一个新军 那个在去年非常侥幸地得了第二名 就是整个为贾得了第二 但其实实力是不到的 今年呢 他们去年的一个大主力谈笑呢 转会去了重庆堆 所以今年的实力下降很多 所以今年就是我说 他们是要在保级的基础上 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 现在呢 头一场他们已经输了 所以他们今年的道路 应该是比较艰苦的 那对于这支队伍 您对他们又给予了什么样的一个期望 这支队伍嘛 实力跟上支队伍呢 差不了太多 虽然我们这支队伍有这个 目前中国维系界很火的一个新星 叫柯杰 但是另外几个偏软一点 所以他们也很困难 去年那个柯杰是 16胜5负 成绩非常的好 当时他的队友呢 还有个把活力比较猛的 但现在我们昨天的 不是昨天 前天的比赛 柯杰赢了 对 但是另外三个都输了 孤掌难免 我估计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常态 所以他们的路也挺难走的 是看来啊 聂老好像都挺低调的 就这两个队伍的任务似乎听起来都是宝级 但是就如您所说 去年武汉三明队其实得到最后取得亚军也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最后取得亚军也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两场比赛啊 其中一场呢是 孤子豪对阵联校 孤子豪是去年最佳新人奖 孤子豪去年的成绩非常好 去年我们之所以能得亚军 主要靠小孤同志 小孤同学成绩非常的好 另外一盘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崔哲瀚对阵陈耀夜 这一场呢是中韩之间的一场对决 因为现在我们维甲联赛吸引了很多韩国的高手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所以一旦呢有韩国人也参加了就是跟我们中韩对决总是要更引人注目一点 嗯嗯是 好的 曾经是老经验了 谢谢 我们比赛呢是在上午就进行了 我们先去看一下上午开赛时候的画面 2016年 金利智能水机杯 中国围棋甲联赛 长青专场 第二人 现在开始 咳嗽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韩国的金智锡 这场中韩之间的对决应该是浙江云林奇缠队的主场 对阵中信北京队 我们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呢也介绍了 一般我们都愿意主场的主将之战直白 所以呢 这盘棋也是两个队之间的主将之战 金智锡在第一轮的比赛中是获胜了 好像赢的是聂老的爱徒 谭笑 黑棋现在挫小木开局好像也越来越流行了 其中有一阵在感觉上是刚改了黑棋大贴幕之后 搓小木有一阵沉寂了 然后现在呢又复苏了 一会儿我们让聂老给我们也聊聊这个布局 应该在我印象中 搓小木布局是不是从60年代70年代比较盛行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围棋规则还是贴二右四分之三子 也就是五木半 现在呢我们是贴三右四分之三子 七木半 陈耀夜 这是春蓝杯的世界冠军 他们两个人呢也是年龄相仿 陈耀夜是八九年出生 但是他特别喜欢把自己归为九零后 他说其实我是八九年十二月份的 离九零年就是他说的他的队友陀加西 因为陀加西是九一年一月 但是我十二月和一月其实就差一个月 我要晚生一个月就归九零后了 他经常说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是九零后 金智希 大家送他的戳号是韩国皇太子 可能是因为他的长相比较甜美吧 金智希呢也是经常来参加我们的围甲联赛 他代表浙江 印象中至少有四五年了 两位都是酒精沙场的老将 金智希也是八九年的 两位同龄的世界冠军一场对决 一场对决 中间的中韩大战今天还有崔哲瀚 队阵周睿阳也是我们很关注的 山东景区和成都新业银行队 还有江东润 江东润是不是对阵谈笑啊 聂老 江东润今天是对阵谈笑吧 我不知道 您的队友又是爱图 现在是重庆队的 我们的比赛是在大唐共察院进行的 像我们看到十二支围甲队伍 齐聚一堂 我们称这样的一个围甲的开幕式 叫赛会制 范婷玉对阵廖元赫 英式杯的世界冠军范婷玉 这个是张涛 这还有一个比较陌生的面孔 也是桃 这是杨凯文对阵乌光亚 这个又是您的爱图孙腾宇 这又是聂老的学生 米玉婷昨天我们介绍的 这是古丽对阵同梦城 古丽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了 聂老您觉得 古丽是极具实力的选手 就是他不受情绪的影响 没有什么状态好坏之中 应该都还可以 这是十月 现在很多小的我都不认识 对赛场上有很多00后的面孔 比如说山东紧之九月队的伊林涛 然后有的时候 这个照面打过去 我都在说 它是我们队的吗 其实它跟我是一个队的 姜维杰对阵挡一飞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局 对阵真的是 其实真的想每盘棋 都想让聂老给介绍一下 但是我们还是精心挑选了两盘棋 首先先请聂老为我们介绍的是 中韩之间的一场对决 陈耀业对阵金智希 稍后为大家介绍的是 孤子豪对阵连孝 好 聂老我们先看这一局 是陈耀业直黑 黑棋呢刚才我们从大屏幕也看到了 黑棋是错小木开局 白棋是二连星吧 是星小木 星小木 对 它这个是星星 对 然后黑棋是星小木 小木 然后手个脚 高挂是吧 高挂 对 这个应该说日本的围棋 六七十年代非常的流行 一直到八十年代 小灵光一孩 老在用 当年是日本的很流行的布局 后来被中韩棋手抛弃了 对啊 就是想问问您 为什么就是咱们改成了三有四分之三子的大天幕之后呢 错小木布局有一阵就沉寂了 为什么现在又恢复了呢 现在主要是有些职业顶尖高手们在下 其他棋手呢就像得了流行性感冒一样也跟着下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的这个好坏这分 很多棋友就觉得它的好处是空比较多 一上来先守住两个脚 发展性也很差 有利就有弊啊 对 现在特别是李时时和这个阿尔法购下了之后 我估计阿尔法购的招法让耳目一新以后用这个东西会少了 这个脱退定式那么古老的一个定式 就会少了这阿尔法购有独特的见解 现在是退一个退一个然后虎一个虎一个 然后跳一个小一然后这个时候再拖一个 其实之前聂老我学的这个上边的局部定式呢 是先不虎先拖一个考验人家到底您是搬一个还是退一个 然后我再决定这边我怎么下 实际上效果差不多 这个因为在那个地方黑棋你怎么下之后 他再决定在这边怎么下 因为你不可能取得先手 你一定是后手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搬的话聂老这个局部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0年前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中日主将的对决 就是我和藤子秀行就是下书这样的形状 藤子秀行就拖在这我就是搬的他断就这么下的 然后您打吃吗 我这个我永远都不会下 这个棋绝对臭棋 这个棋绝对臭棋 这个不能下的 这个不能下的 这个因为这一下就在二楼爬好几个 对 那跟我的风格完全不符合 这个不是围棋 当然是吃在这 然后吃这个 那白棋肯定是尝一个 再吃 我当时就这么下的 他拐吃 接上 那我这个跟征子有关系 我又把这个征 他不敢征 那是他怕引征吗 对 他怕引征 这个征了之后 这个间隔并不是很好 因为你提掉之后啊 这中间空隙太大了 还要补齐 因为黑的进来他还是拿不住黑棋 所以这个他就没敢征 哦 他后来这已经有一个了 他已经 搬了之后 他这已经有了一个 他就退了 他就退一个 对对对 藤子秀行 看来你这个 学围棋历史 学艺不经的原因 历史了解的不多啊 对我应该多打打一样 这个你都不知道 这个最著名的棋谱了 这个你看我那些学生们都 熟知这个 这个就是当年 立台赛的时候起步 他这个其实是可以征掉的 当时能征掉他就不征 因为这个在提效率太低了 对有点重复 他就退了 这是当时的结果 所以这个金智希有前人 有滕泽老师在前面引路 他毫无疑问 他随便走都可以 他实在是脱 他长 长了一个 他就现在我就说 他根据你的下法 他现在不走这个 对他是小拆了一路 退回来了 退回来一路相当的委屈 也就是贴七步半 三有四分之三子 这个棋还可以成立 否则这个棋太萎缩了 对之前我好像学的 错小木的说 这个拖一个适用手 是为了想多拆一路 对对对 那他为什么又少拆一路呢 呃 你可以赛后去问问他 我认为还是要多拆一路 这个 这个少一路 墓数少了好多 嗯 而且 黑棋本来这地方只能 拆一 现在可以拆二 这个棋 不太肯 好 那这个地方还是多拆一路 我觉得多拆一路好 但是他少拆一路 定时有他 因为认为你贴 三有四分之三子贴多了 我 还你 好可以让他点 对对对对 现在 黑的应该是挂脚 对挂脚 白棋拆个一 这时候如果再拖的话 是不是黑棋就不选择脱退定时 就顶了班了呢 哦不不见得吧 这个这个顶了班 这个地方 他一手走不好啊 如果你在这打了虎 他就 分头了 如果你 打了直接拆的话 那这个结构 差一手棋 所以并不见得 是说如果是下成这样的一个雪崩 对对对 它有可能 如果是继续走雪崩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如果 想这么打 圍上边 现在大家看 插着一手棋 对 打了 拆 拆 现在这边 没有完全好 这边也插着一手棋 对这边也有个加 所以 特别是这个头啊 向着这个棋盘的这个很宽广的一面 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土黑的也未见得好 当然 也可以下 但是 没什么特别好的 那实战呢 白棋直接小拆了一个 我总觉得这个定势是 烧亏的 对 我也同意 完全同意 亏 就是 亏 用日语的一个话说就是 亏田中三郎 亏的这个 这不行这个 是一致的 它拖进来就 白的就 不太好 它就直接拖一个一腿 然后白棋立下来 我就一拆 这个叫立下来吗 这叫长吧 这个 这个 我总是觉得长的话是往上边走 这个 这个是往下的 比如说这个籽 这个叫立 这不能叫长了这个 对 这个应该叫长 它走的是这 那大了 它实战没有这么下 我说如果它脱退的话就下成了这个定势 它实战是先挂了这个 哦 那人家要加它 这个地方一定要加吗 当然 这边黑的 朝这边来发展 那显然 不太拖 应该拖啊 那看来在这个地方 这黑的 黑的 黑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 人家常讲叫大局观 嗯 现在由于有了这个字 这边的 这边的子力效率就没那么高 我们常称为有说像隔壁滩一样 就这有点像隔壁滩 没啥意思 就如果你在这走 嗯 就压一个 比如说什么 你之后再走 嗯 由于这个太低了 这个效率不高 没有什么发展 对对对 像这边如果白的将来 一旦加过来的话 这黑的 这个棋就变得 损了 嗯 所以所以这个棋呢 黑的是 这招是 不行的 那这个时候应该拖 应该把这个定势走完 对对对对 黑的应该可以满意 那实战白旗在 这陈耀业 可能打了个小盹啊 他希望人家 希望人家 应一个 对 其实实战他也如愿以偿了 那我也不知道这俩人怎么想的 这个这个对着这个 这效率 无论如何都不行 这个 也就是那个 金智希 这种棋呢 能生存下去 就是他们年轻人后边有体力 成绩能不错 但这个棋 显然 这两手都是不太好 方向不太好 对对对对 或者说 你现在 黑的肯定是不愿意挂这个 对 挂这个人呢 白起就小飞了 黑的走这个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无比丑陋的棋形 那么白的过来不是一样也 他走这儿很不好 你走这儿当然也不好 对 就是当然的 全局比较小的一条边 对对 黑的呢 黑起飞一个白起还尖 啊 那这个只好尖了 不然他尖又赶到那边去了 拆一个 然后白起再拖 这棋呢 就感觉 白的吃亏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常看见啊 他一般 然后退一个 让他虎一个或粘一个 我再跳 对了 现在 他没走这个 你还跳一个 那这个招棋 人家马上说谢谢 谢谢 谢谢 这个棋 这个布局属于理论 非常的暗 差 方向不好 然后速度又慢 就下成这样吗 对 就下成这样 然后黑起逼住 这个 也是 很差 因为大家看到 他这儿 走了一个 他已经亏了 他亏了的原因就是 你省了这个 就是你现在的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 拆一个 拆一个 我这个地方也可以做活吧 还是不马上做 但是这个做活非常的难受 你注意没有 你走 搬一个 他 你无论是拐还是就顶住 你立下来 对 他这拐这个非常 这个旗形啊 非常的萎缩 活得很小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一袋 白起是有手段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你就 黑起这一点 没法 没法抵挡 这个 我换一个 点这个 不好抵挡 他都拆这么小了 竟然还有打入 对 这个旗 如果没有这招旗呢 这招旗没那么大 他有这招旗 你不好意思 我举一个 我举一个例子说 你如果立下来 那他就拖过了吗 他可能还要先 靠出来 靠出来 等你接了 接上他再度过 哦 那这样白起的旗形就更坏了 那就垮了 到处都断点 对对对对 只好这样的话 这边有两个断点 在这使劲呢 这实在是 我们一再强调这个位置低 这边效率很低 就像黑的如果在这走一个的话 也是头形 一样的撞在这个头上 这个就把这个拆过来 就像白的现在 把这个拆过去 都是有点撞墙的嫌疑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差点前途很小 还不如这样走一个 还原定势 总之就是 不还原定势有这个心情 因为他这走了远 拆这个可以 这肯定不是好气 嗯 这个逼住不好 嗯 这以后 陈瑶月需要提高的地方 他现在白的不会在这硬 对白起把这个爬出来了 这个很大 刚才念老就想逼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不好硬 如果你搬在脚里 被他搬上来的话 搬起来 你这搬他一尝正好是好形 这黑的形状太太不好了 嗯 所以黑的必须 尝在外 必须的 然后必须这只此一手尝这个 嗯 但是这一搬我觉得把这个脚这么挖了 其实也挺心疼的 刚才那样直接搬了被您一拐 这个活得挺小 对对对对对对 但这多爬了一个就不一样 是是是是是 还一起加一个 加一个这个必须的 这职业骑手来说这是必然的 嗯 我们业余骑手会顶一个 跟他立的 这个黑的就崩溃了 嗯 还留着这个巨大的弱点 被人点放 这个木也没有了 人家是四个字 你五个字 你反而不如人家 人家有木你还没木 所以这骑是没办法 只好 这个骑步定型 只好这样下 断一个 然后打吃 黑骑吃 白骑拐 黑骑不能立 如果能立就厉害了 如果立的话 人家肯定拐一个了 对对对 陈寅这个是给大家上一课 我们电视机前的业余二号的 不是说见字就吃 现在立下来这 他一口气就把你吃了 但这个是陷阱 不能吃只能拐出来 对如果再吃 人家再吃了 再一加 人家一加 你冲 大家注意啊 仔细看这个骑的妙味体会一下 那他一吃 打吃 他提掉 他再一扑 然后再提 你再一提 他一吃 你只好粘住 把这个坨坨住 坨成一起 对 他再把一扑全死了 对 现在这个都是假眼 不是眼 他粘住之后就扑进去 不是眼 你这地方是后手一扑 这边后手一扑就成死骑了 这是个陷阱 如果你这几个不要的话 这一串不要的话在这 就是说 那也算是苟且偷生 就是他夹的时候 你不冲 你提 他扑 这样能活 你可以靠着 但这个骑 叫生不如死 对 那我吃这个他就不敢要了 不敢要了 而且 这个 这个骑 就是说 让黑的走了那么多外头 这个白的不肯 所以这个是个利 它是不能利的 这其实 大家这一定要好好体会他的韵味 实在记不住可以拿个 把他骑一步 找个骑一步 把他记下来 把相互刺意搞清楚 那现在他呢 就没有 对 利的话白鸡是一定要拐的 对 可能下成这样 拐让他吃那个他打在外面 走在外面 而且这个还有还有 这个地方还有活路 这两个子还有生路 现在呢 他就是 对 这个是立不着的 立不着的 他只能空加 然后冲 打吃 它提 提掉 然后再吃 现在你这儿弄一个后世的话 粘上 粘一个 它做活 搬一个 这个 它活了好多亩 因为你这个很可惜是后世 这个是 这两个还没接回来 那么现在这个白鸡呢就发挥了 你这个后世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他在那 铁头 在那等着的 由于你这个子没接回来 你这拆过来以后 它提掉你还有加什么 这意思也不大了 特别是这儿还有断 这个局部 等于双方进行接触之后 明显是这一方 白旗便宜了 得分了 黑的 黑的还要补断 对 而且效率还要高一点就补在这 补在 别的地方呢 对它没什么威胁 对 这粘一个走一个 所以最正的形状是这个 就是 我推荐大家如果 单从这个局部来说 这是最好的一个手段 但是 离人家那边不疼不痒 他要走这个 形势所迫嘛 这个起油我感觉 黑的已经 时控上 有危险 反正那个无有角 我们要走了两手 而且我们在机上点控都十目以上 有的非常乐观的人 三四一十二 对不对 现在这三四一十二我们不见了 我们看见白旗游 就最低限度 就将来你把这接住 才有一二三四 四亩 已经差了十六亩 这两个还在人家嘴里 在家 刚刚那个 这个他你还挡不着 这个有可能增加吗 就是这地方将近差了二十 你就还落了个后数 所以这个棋显然 局部是白旗得分 对这个真的是大亏 原本以为自己换了一个后市 可是后市还有断点 还没有用武之地 被人家这个看着 小剑 这种棋 他都啃下 再一招棋 跟这俩交换 亏得厉害 嗯 但是他都啃下 就是证明他对形势 判断 他很 乐观 很乐观 而且他现在显然瞄着这个断 对 最要命的是当黑旗拆的时候 他直接就断 对 白旗竟然还敢断上来 那这个空也掏了 他不是敢断 这个又不厚 他当然可以 那黑旗不是太惨了吗 走一圈下来 空也被人家挖了 然后自己还要被人家攻 这就是说 他刚才下的不好 下的不好 然后黑旗靠一个整形 白旗长 这地方黑旗还挺难受 从这个旗形来说呢 他形状是应该走这个的 在顶住 形状是这样 旗我粘上 在顶住 从形状 这个旗形来说 这个 但是呢 这让他这加厚了 这这个长得没目 这就是 最多长一目旗 虽然对他贴紧了一气 但这一气 有那么厉害吗 好 所以他还是忍痛的 就长这个了 但这个旗形呢 没有眼 然后白旗跳一个 这旗显然黑的 黑的不是很好 然后黑旗虎 这首旗确实是非常的想打 但现在走 会不会有点 脱离主战场 我觉得现在 没有没有这打还是大的 木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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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主要这个挡的时候 这个挡的时候 这块眼尾 其实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间接的攻击 对对对 四小时的 现在呢 咱们这个棋局 已经有一些下完了 那在我们屏幕下方呢 会及时的为大家播报赛况 所以呢 有您关心的队伍和棋手 您可以看下边的 屏幕的滚动的一个胜负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棋局 黑旗压一个 压一个 对这边已经产生 对 这有点了 嗯 不就是有威胁了 嗯 但这边还是很难受的 太委屈了 这个交换是接受不了 绝对接受不了 这个棋 那冲击白旗有 这个 就很难看下去了 这个其实这个黑旗下的太臭 太臭了 那我可以冲击一下有可能吗 这个气太紧了吧 如果你冲击它冲 然后我就搬 嗯 它断 它断掉 我想压 压没关系 你压它就搬 然后我再搬一个 因为我还想把这个赶紧连回来了 您说我气 我就尝一个 这这气可能完全不行 你 这个搬住您 这个杀气是不是不行 这应该杀气气不够 它这 这很多种先手 这它就最简单 煎了搬毡的话 这有夹 你找好虎 它这轮到它走 你还怎么下呀 它就拐吃 帮你这提了也不行 哦 那肯定起不够 那如果连回去的话 把白旗分断 那这个起行刑算什么 而且这地方一打吃 你 你还得往回连 嗯 这起不行 好像没有冲击 黑旗的好办 这个太难看了 这个煎回来 这个煎回来 它效率已经起到了 然后你再花手术吃了 你也没有直接走这么好 这起 很糟糕 看着白旗的布子卖的这么大 竟然拿它没有办法 对对对 这起 不好不好 很不好 然后白旗现在是这边大跳一个 啊 出头 现在白的下的还很流畅啊 木叶不少 这个旗还是很畅 这个很很很不错 黑旗震一个 嗯 现在那这块旗 和这块 黑旗和白旗 您觉得谁更强 是谁攻谁呢 嗯 黑的肯定认为它在攻白的 对 否则就没法下了 白的只要闪过黑的这个攻击的话 你看 这个脚呢 这两个脚 形状是一样的 白的肯定比黑的好 对因为它这个黑的还有观点 对 所以当然是白的比黑的好 嗯 这个和这个永远都比这个稍好一点 嗯 永远 是吧 这刚才这边好了一手棋 对吧 对 那就是现在这个和这个 我毛孤孤差不了太多 所以黑的已经 那这都是干多的 嗯 这些木都是干多的 这个棋 还要贴棋木板 非常的困难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画面啊 感觉陈瑶夜确实也是抱着头在思考 是不是形势有点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他现在抱着头在思考 那那是现在了 就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很苦战的 嗯 这盘棋看来是一直就比较苦一点 你看这个金智希特别善于 小尖联络啊 过去深得中国这个 某个棋筋还是什么棋绝上说 棋到难处 棋到难处小尖尖 对 这是有人这么说过 这是那个他他你看都是尖 其实这个棋也没那么难吧 这时候 没那么难 黑的黑的应该比较难一点 飞一个 嗯 黑棋穿出来 刚才呢 其实从这个棋的形状来说呢 这个两个尖交换并不一定好 因为他这有什么搭着 有可能直接走这个 但他怕人家搭断 哦 他这样走 本来这样走是非常 看人家靠一个靠断 这两个不交换 但他可能怕人家搭断 这个确实看不清楚 然后断掉 对 很难有 一下计算很清楚的那个手法 感觉白棋子力那么少 还想把黑棋封住没那么容易吧 是啊 就是不是 白的不求封住他 白的就要处理好 就是双方和平解决 黑的就弹了 所以黑的是要纠缠着白棋 像这种没目的东西得发出发挥出作用来 所以白的现在一直在躲闪 这都是在躲闪 黑棋也刺一个 嗯 然后白棋飞 瞄着冲断 黑棋跳出来 黑的拆 嗯 然后白棋冲断 冲了断掉 嗯 它是一直是瞄着这种的 它肯定不给啊 打吃 嗯 尝出来 粘上 这场战斗我觉得越来越像 这白棋其实有点薄眼 是是是是 现在由于这个现在呢 中盘呢就是年轻人的 呃世界 究竟应该走什么 我一眼瞄瞄不出来 看不清楚应该走什么 但我知道一个总的战略方针 黑的要纠缠着白棋 不能让他轻易脱身 一脱身的话 黑的空就不够了 所以 那个 什么凶就点最凶的下 要对白棋要开始猛攻了 嗯 白棋企图靠过去 反击 这个地方黑棋直接走不行吗 黑棋也采用的是躲闪的方法 那直接来呢 不一定 直接来他可能是 这么搬走打吃 他趴着这么打吃 差打 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 把对方封住的一个手法 因为这个打结没结材 他可能直接怕出问题 所以就可能闪开了 但是这个闪开不就算是和平解决了吗 对啊 和平解决了之后 你就有空的问题啊 白棋虎 那黑棋这三个子 这个位置也很怪异 是有问题 有怪异 但是他这三个一旦跑了 这有个胯 这有个胯还是 有白棋还没有完整 现在黑的是长过来了 长一个对 白棋上面是不是也有点问题 他这个 太有问题了 对啊 他这个摘线肉 但里边眼背不够 他现在可能白的是不是会吃这个 白棋吃这个 吃这个肯定先手 他接住 然后他再拐 再拐这个 对 那你老婆 我这三个我先不跑 我先吃您上面那块 那不行 不够 啊 吃 把这个都吃了还不够 不够 这个假如被吃了 这一下来全 这都死了 你这吃得走两手 一手肯定吃不了 哦 这怎么吃啊 这儿 如果他这儿有 这儿有一瓦一接 你这儿就有两个断了 就不行了 所以这 这棋黑的超级苦战 超级苦战 这个等于是先手 这个等于是先手 不这一瓦粘就完了 对 都把黑棋断了 那黑棋这个在跑的话 嗯 感觉有点被动 现在白棋暴湿还是先手 黑的必须再补了 对 黑棋沾上 必须的 然后白棋把这个地方补一下 中间是不是就要被封住了呀 团一下 我怎么觉得中间白棋走一个黑棋都有危险了 啊 他就想在这儿走得厚一点 把你这儿也圈进去 那现在这块也没火 对 这一尖出来他本身的眼位也不够 对对对 后手一只眼 因为 这个一提你得要 嗯 就是后手一只眼 你要是想 拿这块白棋说事的话 这次个不能不要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黑棋更要顾虑的是自身的一个安危 嗯 现在白棋把它跳住 嗯 黑的太苦了 挤这个 这个 看着很像好棋 哦 但是用处能解决现在的危难吗 白棋打吃 嗯 不一定解决得了 黑棋再尝一个 白棋粘上 好像这个没什么用 没什么 然后黑棋靠这边 嗯 白棋扳 黑棋连扳 现在黑棋就是想先手把这个地方做活了 嗯 这地方还敢跑吗一会儿 那必须得跑 这都死了 不不不不 没有胜负了 这必须得跑 实际上白棋 呃 什么都不走的话 呃 这儿稍微处理一下 把它吃了就大胜了 那这边 死了都没关系 没关系 有那么乐观啊 打吃 那岂不是这盘棋全药液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打吃 嗯 上面拐打 提掉 然后白棋 黑棋这边 这边 算抢到了一个先手 但是他没活 没活没活 一会儿我还要这么攻过来 他现在下边也只有后手一只眼 现在整体的形状是叫惨不忍睹 然后再拐吃 他提了 这真是惨不忍睹 然后黑棋飞出来 嗯 现在就是被白棋缠绕攻击 嗯 只要白棋把这四个子 骑筋只要一跑出来 那黑棋的两块都危了 对对对 必然有一块可能很危险 对对对对 黑的绝对处于逆境中 唯一的反击就是 这个地方有东西 假如这个棋有籽的 就将来 啊 这个拐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呢也有这个手段 啊 这边有夹 嗯 这个葱的话 它叫吃 你接上这边和这边 两个断点 对那这边的气必须要长 对就不是 这不能让人一下吃接不归了 对 这是吃的接不归呢 嗯 就是它这儿得有籽 就这地方得有籽 也就是说它这儿 实际上等于有一个籽 所以它还能战斗一下 如果这个没籽 就没法下 那现在白棋也注意到了 自己自身的这个地方 可能是有隐患的以后 嗯 它先走了一个 然后黑棋 那这绕棋白的并不见得好 这招棋啊 嗯 不着急 对招棋 如果要走的话 如果要走的话 应该先提掉 哦 一会儿以防走不着了 以防走不着 你接上的话 我再接上 如果你走这个 哦 我可以先吃这个 你叫吃 我接上也好 我这一间就回来了 这段都是那个什么的 嗯 你吃我这四个不行 你这都死 你得花一首吃 我就把那个活了 你吃那个 我就把这个跑了 这黑的 它可以先提到的 哦 这个四个棋筋也能气吗 这不是关系到黑棋的 两块棋的生死 为了赢棋啊 它空多多了 这个 现在 中间又下成这么厚 白的 黑的 简直没法下了 嗯 嗯 嗯 现在白棋沾上 黑棋加一个 嗯 它也沾上 还没走 嗯 它跳这个 嗯 黑棋小尖 白棋一路就追击过来了 嗯 飞 嗯 整条大龙 后手一直也 嗯 虎一个 尝一下 嗯 沾上 跳 对 跳一个 这地方是不是有可能杀气啊 它这个气啊 现在由于你没提着 这地方已经有一只眼了 嗯 你提这个 它就不要这四个了 如果你这搬 它可以打二还一 就有一只眼了 所以这块黑棋 这有一只后手眼 没那么危险 对 对 这个沾之前 对对对对 提掉一下就好了 提掉一下就好了 那现在这个地方 那您说 那您说 对攻的形状 对啊 它都已经有一只眼了 那是不是黑棋 已经差不多要活了 那白棋的气也不长了 有可能会对杀吗 白的也有眼 白的也有眼 挤一个 嗯 哦 这还有一个 有一个打结 这个结白的不会轻易打 它形式这么好 不会轻易打结 加 算 局部 黑棋能做活吗 嗯 虎一个 嗯 虎一个 这个局部 现在白棋好像已经有眼味了 要想吃它 那吃不了 吃不了 白的这儿呢 你看 就算你搬街上 算你先手 我这有只后手眼 这 你这个棋 得把它这个 就是不能走得特别薄 因为你走得薄 它结材大 它随时就搬你呢 你这儿还是 虽然说它不敢 但是呢 你不能把它逼得太紧了 你还是不行 那现在走哪 它搬这个 它挡住 挡住 嗯 好 这个时候跳一个 现在呢 这块棋啊 黑棋还是非常的危险 嗯 那陈瑶夜呢 这盘棋始终处于一个苦战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呢 先去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画面 看看现在陈瑶夜 从面目表情上啊 有没有好转 嗯 现在棋局好像已经进行了很多手 那这个 现在我们可以放心的是 这块棋肯定是活着的 但是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环境啊 我感觉 也是 就是这个气氛中啊 金智希好像比较轻松 陈瑶夜有点紧张 一直是眉头紧锁的样子 从头一直到现在 到我们讲解的中盘阶段 一直感觉 黑棋都有点被动 现在棋局已经进行这么多手 是不是能挽回一点呢 嗯 必败 啊 输好多 已经输好多了吗 对我看了看这个 活了都不行 盘面都不一定赢 那咱们再来大棋盘上 再看看这块棋 它现在是怎么处理的 它这扳了一个 对 挡 然后它跳进来 跳进来 对 它冲一个煎一个 对 冲一下 挡住 煎一个 嗯 然后黑棋把这个粘住 嗯 白棋二路拖一个 嗯 黑的退一个 黑棋推 白棋把这个粘回来 嗯 黑棋粘住 白的爬 嗯 黑的挡 黑的挡 黑棋中间点一下 嗯 嗯 嗯 对 然后还是挡回来了 嗯 白棋顶一个 可以刺一个 嗯 黑棋刺一下 白棋粘上 嗯 黑棋在这个地方外边补一个 这样补一个 这样补一个 嗯 好 这个 就是现在威胁到白棋了 嗯 现在如果你不走的话 它可能走这个 你就死了 嗯 虽然你有这个 但是这个东西太损 那如果白棋不走 这个黑棋顶一个 那白棋就是说 肯定要补活吗 呃 白棋要活着 要淘点便宜 因为你这块棋啊 是有缺陷的 嗯 现在 就是这 这边先手的话 它 我刚才看 好像走这个 你不好弄 黑棋的眼 到底应该从哪找呢 黑 黑的这儿有一只眼 哦 黑棋这儿有一只眼 这儿有一只眼 嗯 这个不是眼 对 它一冲冲啊 只有这儿有一只眼 你走了这个之后 它把这个提了 你得立下来 嗯 那它再 随便怎么样的话 你像这 小个儿几个 都在人家 你看那盘中餐 本来盘中餐 历历劫辛苦 这现在人家白玩白吃 这不是历历劫辛苦 都太大方了 对 所以这个有机会 白棋把这儿一团 黑的就完了 嗯 就是白棋已经领先了这么多 白棋还不肯这样直接活 对对对 聂老说在这边啊 要先骚扰一下 先获得点便宜 对对对 大家呢也在想一想 这边白棋可以获得便宜的手段 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哦 还有休息一会儿 好 欢迎回来 刚刚呢我们看到啊 这个棋啊 白棋已经优势这么多 它还不肯轻易的补回来 看来咱们职业棋手啊 就是在做活之前呢 无论形势如何 都是要先占一些便宜 把便宜唱够了才能稳曲的缩回去 嗯 现在点一个 挡上 顶 好 现在呢 这盘棋呢 其实已经 啊 已经 长一个 然后再挤 嗯 沾上 嗯 这个好像白棋还能活得更大一点 它不是 它现在 一顶还是要死 嗯 所以它可能 会不会搬一个 对 就是搬一个 刚才只能补到这 现在已经都能吃一个 本来已经有点 如果搬一个 补充的话呢 你可以吃掉它 但是它这样子 已经活了 那我先手了 它又先手了 如果你 挡住 我接上 你接上 那我就可以吃的大 对 它吃的最主要的时候 照有个段 所以这个白棋的下巴还是很精妙的 啊 如果活成这样 不愧是 人家说的是什么 黄太子 对 韩国的黄太子 有点黄太子的风范 这个 这个活得非常的舒服 在活之前 还把这个也要打掉 不要 然后黑棋爬到脚上 它计算得很清楚 它就 那个 好像没理 嗯 这块棋你杀不了它 由于你自身有缺陷 它就这么厚 所以 它就脱鲜了 但是我建议它呢 应该这先团一个 让它逼着它去做活 对 它只能走做活 不做活 这块死了 就不用研究了是吧 是 你 大家注意 这个不是眼 对 那要给大家摆上 如果您冲 沾上 然后 这个吃 普通是一个眼 打吃 但是我觉得地方可以冲 对 冲打吃什么都可以 走这个 然后再一冲 再一冲 这不是眼 所以 必须要靠这个眼 要靠这个眼 和这个眼 你这个 如果这个眼没了的话 就死了 所以它 只能糊这个 糊这个它靠着 你要挤 它冲吃 嗯 对 这个可不能挤进来 这个这一冲吃 人家 嗯 这怎么下呢 这一粘着这一吃 就吃掉了 对对对对 吃掉了 所以就不能记住了 你如果去冲断它 它还跟你杀气 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 最稳妥的就是 接上 这个形式好了 就这样 让它团队 让它做活去 最主要你提这个 它不敢接了 接了就全死了 对只敢 这个地方好像 摆戏不够细腻 沾之前 如果提一下的话 他现在如果提这个之后 他只能立的话 这个 这个 全在人家的嘴里啊 嗯 这四个字儿 就是我们折半算 就是有四目 这个三目 可以折半算 人家有一目半 五目半 再加上这个 有一些 这个等于是 白差了有十目吧 这儿差了最少有十目 还加上这有四目 就十四目 嗯 它结果 我看着 就是刚才那个电视上 我瞄了 它在这儿 骑本身就是活骑 它最后 被人家走到 这个是先手 人家把这个 接回来是先手 等于它 损失 就 我现在不很很 很难用数字量化它 但是心情肯定非常不好 现在它 你看它注意啊 它是走这个 来做活来了 对 白骑这个地方 它先保留着 嗯 它不是 也可能没看见 不是保留的 这地方黑骑会有什么 如果先动手的话 是不是也没有什么 好骑 没什么好骑 黑队就把这接上就行了 哪用什么好骑 这就是最普通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 关子了 它这儿多一个 你这个骑就死 这多一个 这脚也死了 这招本身就大骑了 你看提一个 它只能在那儿走一个 嗯 这些 就是哪怕我后手吃你 我看也赢了 所以这个太大了 这个 这也是不可解的地方 这个 刚才说黄太子 不愧是黄太子 看来 这黄太子就那么回事吧 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 现在你看看啊 它走这个 然后黑骑断进来 让白骑在火 它这么做一个做活 让它吃 白骑挡住 这个地方被黑骑抢到了 好大的一个关子 不是 最主要是白骑走着先手 现在这骑不走就死了 大家注意到知道它怎么死了吗 就是它这个黑骑是先手 嗯 对 这个地方要脱 它一路脱进来 你要走在这儿的时候 这块骑就活不了了 这块骑活不了的 你忙半天这也被接回来 所以它现在去走了一个 对它去沾先手 它再虎一个 它挡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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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再虎一个 对 再挡住 立下来做活 这个 多惨 被人先手接了 对 这个先手十多目 本来这个在它嘴里 它也活着 嗯 这地方白的是 亏田中三郎 哈哈 亏太多了 嗯 您一直说这个亏田中三郎 这是一个骑手的名字吗 嗯 不是 哦 它这个骑 或许 这个招 走在这儿 好一点 走在这儿 它不敢吃它 它只能吃这个 它接住 然后您再粘上 它爬这个 这样的目数呢 白七这个是 一二三四五六目 因为它这个打吃是后手 我搬粘先手 是六目 六目 刚才活的是 一二三四五 也是六目 但这差两目 这差两目是白差 嗯 所以 这又损了两目 它刚才是立在这儿吗 对 大家都说金智希的观点 它吃在这儿 诶 看来 对 黑棋吃这个 它也得粘上 它是先走在哪里 它先吃了这个 啊 先吃了这个 对 先吃了这个 它立那个 不 它是立这个 然后我再吃这个 然后它粘上 我再吃那个 嗯 这个是这样的次序 对 这个它现在是六目吗 一二三四五六 对 刚才也是六目 但是这两目差差了 而且这个地方它挡持先手 那黑棋还有 有半目黑棋 这儿你是 刚才这 爬在这儿是两目 现在变成一目 这损好几目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官子阶段 黑棋 成阳也还是捞回来很多 嗯 要不然 要不然 这个 那个 谁 它还接着下 嗯 要不然早就不下了 好 如果这个地方被插尸进了 早就不下了 嗯 现在 走哪儿了 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 其实呢您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现场的您弟子的一些这个战绩 咱们一块去看看现场 好 看看您的这个队伍有几盘下完了 好 现在已经进行到了下午的4点10分 还有很多比赛依然在紧张的战斗中 这番事情是孤子豪对这联校看他们两个人的手势是已经下完了 在研讨了 但是不知道谁赢谁输 我想聂老肯定管住这把 不是你要看这个表情能看出来你就决定高手 能看出来吗 我是看不出来这个 再给我看一眼联校的那个画面 我去给他像像面 如果我真的说对的话我就变绝顶高手 看是不是联校输了呀 因为我看孤子豪一直在那儿说这个棋怎么样怎么样 联校都没有摆 他已经上课 孤子豪给联校上课 对 我感觉是这样 您看一直都是孤子豪的手在棋盘上说我这个这个 然后联校好像是在听着 没看到棋 我看他们表情我都这个看不出来 我 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 一会儿我想在屏幕下方 会打出他俩的这个战绩 咱们看看是适应 他这个棋局是 你看看全盘黑棋的控网非常可怜 你注意啊 这个假如我们这看 就是到这儿算五六八 十七 十八十九二十 二十一 不到三十亩 非常可怜 白的六十 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白的就是不算这个已经三十亩以上了 这个是先手啊 这个 这个 你得坐眼 对 这个是白棋先手 嗯 现在该黑的下吧 对现在该黑的下 黑的 怎么也威胁一下这个 黑棋冲一下 这个他得要 对 白棋沾上 而且在他随时还有这个呢 对 黑棋现在就把这个补了 那是不是优势的心里他才会补 怕他打结啊 现在结才不够 不是吗 你应该没什么结啊 那就是说黑棋其实只有补 这地方没有办法跟对方拼 啊 啊 哦 那差距就更大了 这只有 后手一目两目的这个价值 他他他他现在出头 对 靠一个 然后退一个 退一个 退一个 他就退回来就行 对 黑棋退 白棋也退一个 黑的飞 黑棋在上边要补断了 哦 他怕被人家有这个断点 所以他补了这个 哦 不对 对 然后白棋在跳这个 啊 这还瞄着 瞄着这个跑出来 这个是先手啊 嗯 跳到这儿之后 好多先手了 嗯 黑棋拐一个是他的先手 白棋跟着跳一个 然后下一手 黑棋这手棋走在了病的这个位置 对 好像一句吧 他就让你都跑不出来嘛 对 不然我这个病也是先手 对对对对 他这个一搭 你就不能走这个了 嗯 你只能走这个了 所以这儿 这个形状很惨 对 只能病 因为刚才大家肯定想着这个飞一个 但是被我这一冲先手 这个子就跑出来了 嗯 那白棋很简单 就把这个吃了就行 白棋就从二路收关了 小尖 小尖 尖 啊 它挡住 然后在二路再 扳 二路挡住 挡住 啊 啊 打吃 打吃 啊 好现在呢 这个最新赛果又出来了 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好 这是范婷玉 直黑中盘胜廖元赫 啊 好 现在呢聂老其实也在看着 这位尹灵涛是什么人啊 哎 伊灵涛是2000年出生的 是我们山东队的第四台 山东景致队的第四台 哦 孤子豪输了 那个 哦 输了 谈笑赢了 我看到了 嗯 那应该对于聂老来讲是一喜一忧 哈哈哈哈 因为您的两个爱徒 两个队伍 打吃 打吃他可以不应了 飞一个 嗯 拖回去 拖 然后白起小尖 嗯 黑起来只能挤 挤 挤 然后沾上 挡住 这个很巧啊 如果你吃在这儿呢 那这个路亏好多 那这个路亏了 你走这儿就不行 他冲出来了 你必须得表态 你让不让他在这儿多一个 他现在表态 我为了木树 让他多一个 对 让他多一个 嗯 但是您这边多了一个 这边好像就要被我挖一点木树 我挖 对对对对 那黑起也只能立下来 立下来 然后沾上 拐回去 中间 他牢牢的一壶 还是成了不少木树啊 嗯 十多木 十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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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无形中 这个收获比这个还要大啊 那没办法 他这有生死之忧啊 那 对 爬一个 嗯 对 白起把这个粘回来 嗯 这个白的肯定觉得赢了 就那样也不走了 一起打吃 吃 他粘底下 让他提 应该是粘底下吧 哦 粘这个 这三个和一个是一个比三个大 这时候 三个只有六目 六目 对 这一个吃了至少已经六目了 然后你还有这个有可能七八目的这个 嗯 这你的气紧嘛 被全打回去了 八九目了 所以这个只好 对 嗯 给他三个子 其实这个 他收的还是比较稳妥的 现在应该没就吃这个最大 这个应该是 呃 我现在先考大家一下啊 呃 爱好者水平高的我就不考你了 就水平低一点的觉得这个有几目 就用刚才这边聂老教我们的鼠目的办法 我们再去那边去算一下 如果不是在脚上 大家知道这二路子是六目 嗯 一边长三目 对 一边少三目一边多三目 对 现在就问问这个 如果是在脚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刚才聂老说的那六目啊 是在两边都没有斑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现在这个棋呢 我可以给大家说 这个棋是不止六目 是七目 因为白棋 一吃的白棋长三目 黑棋一接呢 黑棋是长四目 嗯 所以脚上这个呢 是七目 不是六目 但现在七目已经是最大的了 对 黑棋打吃白棋立下来 嗯 黑棋挡这个是他的先手 对 这个先手 白棋要做活 就是我们行事判断的时候呢 呃 大家注意一个方式 嗯 就这个地方呢 黑棋走呢 无论走哪边 它里头有一目 白棋走黑的就没目了 这地方我们通常计算 黑棋是有半目 一目的价值的一半是它有半目 所以很多人点空的时候 特别是爱好者 以为这地方有一目 这是不对的 是半目 因为黑棋走有目 白棋走黑棋就没目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这个 吃回来 现在是这招棋呢 也相当的大 因为它一吃呢 它有四目 而且这可能还长一目 有可能这就五目 现在它这个在嘴里 黑棋可以提 至少五目半 所以这棋也是相当大的 然后白棋打吃这个 这是仙手 黑棋沾上 它顶房你爬一个 爬一个之后呢 那地方 挡一个它提就是这个仙手 所以这个 也有你说两目吧 打吃 这都是它的仙手 沾上 然后再顶一个 黑棋贴这个 把棋再打吃 黑棋只能连回来 这个也很大 这个是 逆收 两目 两目 本来这地方 一挖一吃 这一目这一目 是两目 现在这变成四目 对 逆收两目 然后黑棋挡住二路 把棋再搬 嗯 就是 挡上 沾上 这个 顶一个也三手一目 不止一点 顶一个 顶完它可能就虎这个了 对 虎一个 虎一个它就挤一个吧 挤住 然后黑棋把这个 挡住 这也是一个逆收 嗯 没那么大 它这个 挡一个之后 这是三目 如果被我冲两下的话 这冲完了之后呢 这是一目半 这地方少了一个 哦 这有个铺 嗯 现在只能铺 刚才是直接打吃了 铺它粘住 你这个 这地方它有三分之一目 嗯 加上你这 那个 你现在长了 两目 再减三分之一目 只有 不到那个 没那么大 然后现在都是小关子了 小关子 看来这时候也是胜负已定了 把粘上 那现在 嗯 趁这个 现在有点空啊 让大家点点空 我也给大家点一下空 你看看你们和聂老师点的空 一样不一样 看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嗯 一块跟聂老一块点一下木 我自己也内心自己数一下 不过每次点木都不太准 我觉得这个形式判断啊 是一盘棋取胜的 比较关键的一点 如果经常呢 你在 差一两目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优势 那这个过于乐观 肯定会影响以后的这个招法 如果你太悲观也不行 急于去拼命 结果呢 本来是形式好好的 一下子就拼输了 这也是蛮可惜的 所以 形式判断我觉得是 取胜的重要的环节 嗯 白棋盘面也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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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大家点一下啊 好 黑的这块是 一二 这是十 十二十四十六 加九 二十五 二十五目半 二六二十七 二十七目稍微强一点 为什么呢 你走的可以不得 再走的还可以不得 对 就二十七目有强的 加那个 半目 半目 我们就是给它多算一点 嗯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三二三三三四三十五 三十六 三七三八三九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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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比较丰满的 就是多算了一点 嗯 四十八 嗯 白棋呢这块是 一二三四五六 八目 这儿呢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 但是有三分之一 在嘴里 十五 那块四母十九 这块六母二十五 二六二七 二八二九 三十三一三二 三四三五三六 三七三八 三十九 四十四一四二 四三四四四五 四六四十七 这也是母 四十八 四十八 对他提醒我一下 四十八 呃 刚才我们忘了 黑的这儿 哦 这有一点点 但是白棋这儿呢 也有一点 呃 有三目 一走有三目 所以 盘面上 黑棋也输了 对 如果这个都不算的话 刚才就是四十八 四十八 是贴不出来木的 贴不出木 盘 不是 现在轮黑的走 还是轮白的走 他打吃粘上 哦 他应该虎这个 应该虎这个 应该虎这个 对虎这个 嗯 他不然一瓦是三目 一瓦是三目 嗯 现在是该黑棋下 黑棋提这个 嗯 白棋挡上 最好的是盘面平空 最多是盘面平空 那就 所以 齐菊 他可能继续不下去了 到这儿 送付已定啊 他挖了一个 一打吃 一粘就是全盘的最后一手了 下到这儿呢 这个陈瑶爷也是中盘认输了 哦 就中盘认输了 对 就下到这一手 这个陈寅你感觉这盘棋 是不是陈瑶爷 不太发挥的一盘棋 不太发挥 嗯 就是一直没有明显的机会 是吧 对 都不太好 嗯 而且 而且这盘棋呢 那就是 白的可以有好多地方下的好一点 比如说这个 刚才说如果先团的来的话 他坐在那儿 这个搬粘就该 该该那个 白棋下了 就白棋可以搬粘了 对对对 就差两目 这儿也差了 嗯 这也差了 对 这个地方差了很多 这个地方差的多了 那不谈了 这个我劝陈瑶爷这种棋 不要下以后 你要发展这个东西 你看在这边走 要好得多 后来你看看多么的苦 人家可能有更好的下巴 对 有可能有更好的下巴 对 我总觉得这盘棋 暴露了 陈瑶爷的弱点 就是太那个 注重局部了 嗯 全局的东西没看见 对 确实这盘棋感觉 我觉得从一开始就下得非常的辛苦 嗯 直到最后呢 虽然这块大龙的成功做活 但整个木树上还是一直都是落后的 对对 空干不够 嗯 嗯 嗯 感觉呢 这个第一轮和第二轮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 姑子豪对阵联校的对局 也同样精彩 好 我们一会儿见 这我坐着了哈 这盘棋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 姑子豪对阵联校 刚才呢 那我们还通过现场的画面呢 还来猜一下这盘棋到底谁赢谁输 不过刚才屏幕下方打出的这个赛果啊 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不过这盘棋呢 也同样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请聂老呢 在这个小批准盘上 给我们细细的分析一下这盘棋 嗯 本局是联校之黑 啊 你知道走什么吗 他下的是 小木 对小木 嗯 辛味 然后呢 黑棋是错小木开局 错小木啊 然后白棋是联心 你摆白棋吧 嗯 然后黑棋挂脚 这盘棋是跟昨天 敏玉婷对阵科捷的开局是一模的一样 真的吗 对 昨天科捷和谁的开局我也不知道 敏玉婷 敏玉婷 嗯 然后挂脚飞一个他跳一个 跳一个 嗯 然后白棋高挂 嗯 黑棋是二监高家 对啊 二监高家 嗯 过去 在上个世纪呢 是被称为妖刀定式 对 为什么叫妖刀呢 就是它变化特别多 对爱好者来说是妖刀 所以 这个棋呢 嗯 很复杂 那我们现在由于时间关键不能摆特别多的变化 现在 那个 最流行的 就是 这个 那个 二监高家的定式呢 就是有这么几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流行的是这个 大飞 对 刺织 就是搭下来的 还有一种 就是 跳 这是 对二监高家 这个跳是最简单的 嗯 这个搭呢 也有点复杂 最复杂的就是这个 但是 我还想给大家介绍 前不久 李世时和这个 阿尔法围棋 阿尔法围棋 头一盘的时候 就曾经下到 嗯 李世时 那个阿尔法高挂 李世二监高家 然后阿尔法下出 非常惊人的招 拖三三 他拖三三了 这个在围棋定式书上是没有的 那这个下法怎么样 就是我看到这招棋的时候 我就立刻给国家队的领队 打电话 我当时在住院 嗯 我就让他说 你赶紧召集国家队的所有队员 好好来看这盘棋 向阿尔法学习一下 他那盘棋 这招棋非常的好 虽然定式书上没这种下法 对 但是阿尔法 等于创造出下法 当时呢 他的结果是搬 他退 他退 他虎 他跳 他做这个 他压 这个看起来不是好业余吗 这个压还是后压的 那就先加 先加 那当然这个棋 当时的局面不一样 嗯 黑白棋也不一样 就这边呢 是 是这样的挂桥 这边是这样的 这边呢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黑子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黑子 就是因为这个黑子的效率 奇迹无比 使他这个超越成定式的一些下法 全都成立了 一盘棋一看 我就知道他厉害 一盘棋一看 我就知道他厉害 当然我没想到他那么厉害 他赢那么多棋 他这个这个东西呢就是 这是阿尔法在这个二间高架里下出来的 嗯 他之所以能成立 他是建立在黑汽油这个的 嗯 这个的效率太低了 定式的选择 其实随着 在变 比如说刚才呢 聂老说的这个腰刀定式 我们通常选择的几种下法 刚才呢 在棋盘上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比如说大飞跳一个 或者是靠在外面 但是呢 这个 通过啊 我们之前看的非常火的人机大战啊 这个阿尔法围棋 对阵 李适适的那盘棋 是因为边上的有一个子 所以说 白棋才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下法 对对对 所以阿尔法的水平非常的高 对 他是可以根据这个对方的一些选择 根据周围的一些变化 他可以有一些变化 就比如说刚才咱们刚才记忆犹新的是 这边有一个子我就可以拖 现在呢 这边没有子 因为这个 定式的选择 其实随着 比如说刚才呢 聂老说的这个腰刀定式 比如说刚才呢 聂老说的这个腰刀定式 我们通常选择的几种下法 刚才呢 在棋盘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比如说大飞跳一个 或者是靠在外面 但是呢 这个 通过啊 我们之前看的非常火的人机大战啊 这个阿尔法围棋 对阵里士实的那盘棋 是因为边上的有一个子 所以说白棋才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下法 对对对 嗯 所以阿尔法的水平非常的高 嗯 它是可以根据这个对方的一些选择 根据周围的一些变化 嗯 它可以有一些变化 就比如说刚才咱们刚才记忆犹新的是 这边有一个子儿 我就可以拖 现在呢 这边呢 这边没有子儿 因为这边黑棋没有子儿 所以它要下这个大飞 嗯 然后黑棋是靠一个 斑 斩 长 拖一个 嗯 这个也是新时代的产物 这个顶一个是以前传统的药道定式 嗯 但这个呢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白的不错 那我跟他们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黑的不错 黑的好 黑的好 嗯 就是说稍微的 更容易处理一点 嗯 黑的现在是落了后手 白棋取得先手 而且将来这个跑呢 嗯 还不一定能跑 它现在就可以这么吃 嗯 以后你到一旦能跑了 就这么吃 也不太大 所以这个棋呢 木树上来黑的 并不是很便宜 您说的是一旦能跑 就上面就可以蒸掉的时候 它就从下面吃了 对对对 不是 它现在吃这个茶 现在吃我可以粘上 对 它有的时候比如说 这个地方有子儿 这个地方有子儿 哦 这个地方有子儿 嗯 这个地方有子儿 你都不能这个吃下来 对 这样它就这样吃就可以 这个 这个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两个子儿对外边的辐射力太大了 这只能弯腰驼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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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能弯 这个棋还是不太好 所以这个形状呢 所以这个形状呢 从长远的发展的话 黑的是不错的 局部呢 很多人都认为白棋还可以 这个实际上是有漏洞的 这个围棋要看远 看全局 它个对全局辐射的这个厉害 你比如白的在这儿震一带进来 遭到人家的猛攻 黑的就是几乎不用走 这差不多就是空了 这个棋 黑的还是可以的 虽然白棋好像得了一点小脚 但是外围好像都是被飞起 外围辐射太厉害了 太厉害 白棋是这样加工 然后逼住 昨天的那盘女云亭对柯杰 白棋是下到这儿 而这盘棋它是尖顶的 然后走这个它是挂了一个拆一个 然后一会儿黑棋是冻出来了 白棋震了一个 这盘棋是这样下的 走这个然后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实这个棋现在 这盘棋它走这个之后 这个局面有几个大的地方 这个棋显然很大 对很想抢 使它这个发挥不出来 你注意没有这个也很大 这个使它这个慢慢 我就可以将来直接消进去 就是使它这边也变小了 也生源了我这个 就是取舍哪个 这需要职业起手 深思疏离想很多的时间 我倾向于走这个 现在走这个 那我会走这个吗 就说你那边什么 就是我就说 它将来这个手段 还是 你不太好硬 嗯 我好像只能脱鲜 不然的话 这样吃有点难受 脱鲜 那白的总还可以 脱鲜总可以 比如说我就冷静的跳一个 那也还很好 你这就全都没了 这个我是大大的不赞同 这个 其实这招鲜本身也是非常大的 现在黑棋就飞了 不不不不 我就说这招鲜本身是很大的 黑的现在有没有可能挂一个 拆过来 现在是怎么下的 黑棋是把它尝出来 我想白棋的用意会不会这样 通过攻击黑棋这块 我慢慢的就把这个 它的潜力就消掉了 这个消去恐怕 或者是 我先这样跟您交换一个 它实战飞加 它如果跳的话 我可能就能震过来了 那这交换这几个有什么好呢 好在哪啊 没什么好处 就是把它弓起来 不让它一下子飞一个 拆一个做活 在上边 不是 你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理解 把它弓出去 对 它实际上这个棋子在外边 都是有作用的 嗯 那比如说 像这个棋啊 它一拖一点 你就不好硬了 对 这靠一点 你就不好硬了 这个太俗了 我没敢摆 对 我怕丁老师说这个 刺一个这个交换太俗了 对 最好是 你那个棋子都下在外面 嗯 你想这个棋型是有缺陷的 这个棋型黑的 不是 白的有缺陷 这边会有一些断点 嗯 它实战是走的什么 它实战拆一 拆一 然后它飞一个 嗯 白棋也飞一个 黑棋继续飞 嗯 白棋尖 好 在这个地方 有一点小小的战斗 不会吧 难道 那这个地方是斑斩吗 嗯 立下来 怎么 立下来 白黑棋会不会就不走了 您觉得 不走 那死 死着呢 对 首先肯定不肯这样连 对对对 这样连 首先肯定不肯这样连 对对对 这样连被您尝出来 是是是是 一件啊 还不是让它吃我下面了 不不不不 它不会吃你 它要从外面供你 再飞 嗯 你现在走哪 我想脱先挂这个 然后讲说您飞 我走 我走这个飞不行 这个飞是普通的定位 在这个局面下肯定不会飞 那您 至少应该大飞 至少应该大飞 你不敢点脚 对 因为我这边 你点脚连那块要死 那我现在这个出奇的厉害 你这两个可以死 这四个都死了 那太大了 那不行 所以你如果还走这个 我这一公里你够呛 那这个地方黑棋 那您说黑棋应该怎么下呢 我觉得黑棋没好棋下了 好像 黑棋 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搭吧 搭这个 哦 利用弃子轴型 你还敢走这个 可能不太敢这个吧 这样就没意思了 那我就这些先手了 我就猜这边 但爬是不是不敢 那那就是 有严重的问题了 这个 你现在变成 自个人要逃命啊 嗯 那如果只是吃一个被黑棋打一下 黑棋的形状还挺好 这个这两个子不要了吧 那两个不要了 嗯 这个这两个 那不就 甩开包袱 你这么吃我的时候 你不是你有话 这飞一个 这顶还可以掰一个 这没什么 但是这招棋令我震惊啊 这个棋 它是直接走这边少一手棋 黑棋可就不能轻易的被它吃掉 嗯 搬这个 搬这个 如果你挡的话 对 它就形成了 如果你挡的话 它再冲 冲 你断它不是吃这个 它要吃这个 那白的就崩溃了 哎 它在街上 这白的崩溃了 啊 白棋这样立 就是断它可以立 它就贴一个 对 然后把这个虎 把它吃了 那不行这个 这个是黑的 断燃优势的东西 嗯 所以白的就是在它搬的时候 要么是团这个 要么就是这个 它不能走这个 但团这个棋也太难看 对 觉得这里边好像 还是不太对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一冲 走 断一个 这里边 什么都可以 直接吃也可以 啊 直接这样吃 嗯 也可以 所以 那这个团也不行 这个挡也不行 那就只有这个冲了 推出来 对 那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嗯 黑棋进脚 嗯 拌 嗯 大吃 沾上 哦 它是断着这个 什么 它是非这个 就这样这样 断这个 是断这个吗 你确信是断这个 对 它是 这是真的 它是断这个 它吃 嗯 它吃 它吃这个 它接上 它吃 它吃 它接上 它是断了 这边没走 为什么不走呢 那我就爬一个 你跳呢 我挖 那我就不走了 我这儿 这个先手啊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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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交换了我肯定便宜啊 嗯 这样黑的还可以 然后黑棋再下这边 先这边交换 对对对 再再刺这个 那以后这边 白棋不是也不会花一手棋去补吗 黑棋一定要马上要走这个吗 不 黑的将来还可以走这个呢 你走这个它提了 我立下 你立我爬 你吃我斑 你提了我拆过来 嗯 这黑的太舒服了 如果假如说 你这儿是街上 我再爬回来 我一会儿吃 你吃我提 你只能立 对 我爬你只能吃 我扳你提 我一拆 那白的肯定不行 是 现在呢我们已经进行到了4.40多分 然后下边呢已经有很多棋已经下完了 我们可以看下边滚动的这个赛果 看看大家关心的棋手 刚才看到是胡亚峰中盘胜朴婷婷环吗 对对对 这个应该算是冷门了 冷门了 对对对对 我都不确定 我都以为是看错了 因为滚动有点快 对大家可以再看一遍 因为主要是我一看这个朴婷环输了 你特别高兴 对 韩国几首输了我肯定高兴 胡岳峰直排 中盘胜朴婷环 这个绝对是大冷门 李玉婷直黑 中盘胜杨顶心 江维杰直黑 中盘胜党一飞 朴温瑶直白 中盘胜夏成坤 那别的这几盘比赛 好像还是正常发挥 但是胡岳峰赢了朴婷环 这盘棋确实冷门 肯定这个黑企业 应该先走这边再走这边 紧防 以后这样的时候 你挡这个 挡这个 那我一搬呢 你搬这个 这外部太后 你这个活力都没了 所以你吃了我这个 这个变成很小的棺子 我相信黑的一定是 这么爬了长 以后才立的 对 所以它只能是连校 不是连连校 连着连着笑 笑笑笑笑 它只能连着笑一次 对 这棋 如果现在这样的话 这个变成超级臭棋了 对 跟这个交换 落一个后手 不是 它相当于这样对吧 对 那这个棋 不是糟糕 糟糕臭了 这个 是 主要是您这个思路 我们可能好多棋友 根本就没有 就是明明可以 把它吃掉的 竟然呢 就是主动的 让别人把自己吃掉 对 因为你吃它这个的话 被人家 爬 搬先手 对 咱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实本身呢 我这三个子 是可以做活的 我这还可以吃掉它死 你想这个被黑的一拆 那白的成什么了 白的这个 肯定太小了 是吧 所以白的 可能是挡这个 另外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这儿是不能下的 对 这儿 这儿 这个这儿有一个 它一段 它一插 那我就 它一团 这个黑的不行 不是 白的不行 对 白旗就杀不过它气 对 对 它这儿有一搭 这儿有一搭 对 因为你这个吃是 后手 所以 我沾着先手 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棋 它应该先走那边 先跳到 等到你 哇的时候 我在这边呢 它实际上呢 是先爬了 是吧 对 实际上是先走这边 那茶 接上 那白的呢 白旗加一个 黑旗挂脚 这个加就是给人感觉略有点问题 但是问题在那我也说不上来 如果你准备它长跳 你准备挡的话 你这儿是超级的厚 那我可以加远一点 这个地方是不是位置显得太窄了呢 对 至少可以考虑退一路 至少考虑退一路 退两路 它给它太宽松的地方 可能不太 就退一路是肯定可以的 因为这个里面做不出两个盐来 这个肯定不行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会儿 它加这么近 它是不是就能挖呢 挖 这个 挖它还是吃啊 对 然后我吃提掉我立 然后您爬我吃这个 就是说这样我能不能 那它不是这样就活了吗 还是活的 那就是说要不然我就加远点 要不然 你往后退 对 如果我 你往后退 对 如果我本身就不那个什么的话 那是另外一盘棋 现在我既然挡这个 我这这条棋感觉就是太近了 这个 这个前瞻性不强 对棋局往后发展 他没怎么看着 现在实战是他走的这个 对 他一挂脚他走什么了 他小飞 这不对 这个哪行 这个 这个是敌弱我强 这个都是敌强我弱的做法 这个完全不对 那我 那敌强 现在是我强敌弱的时候 我强多了吧 你看看这多少白子儿 那我应该进攻 那我这个地方应该下哪儿比较好呢 这个绝对没有下在这儿的心情 绝对没有 那我的第一杆啊 就是 如果当初 再退回来是最好的 没退回来这样的话 第一杆也是这个 砸丁 我现在主要是中间 外面 这地方那可能会机会点脚 就让你活脚了 他一个 非这个 你 敢不敢冲断 当然 谁都有这个打 业余气 有断 哪有不断的对不对 你可以冲断 你冲断 欢迎 冲断 他跳 你不能被他全包进去 包进去太大了 你尝出来 他这个 然后我搬粘 他现在有几种下法 跳这个 跳这个 大概跳这个比较好 现在我借着攻击 你把那边收掉 把那边收掉 他这个力 还有一定的先手味道 这个力 这次摆得很容易 那这种攻击方法 因为每次 我这进攻都掌握不好 那您觉得 走这个的话 他可能就走在这儿 这儿弄一下 走这个的话 他可能就走在这儿 他这块一旦厚了 你那根本就连不上 我让你连 你都连不上 你这个 你没有引浪入室 用不着全程起来 那就是 他就 用不着全程起来 那就是 他就是 我觉得这一定要飞 飞了他有些缺陷 这个以后 骑行也不太好 总之 他是可以的 这个白棋是可以的 这张是 这个 呃 太怂太软了 缓 缓 不可取 对 他不是今天输了吗 对 绝对是败招的 这些东西 连校没输 连校的 连校 不是黑棋吗 刚才屏幕滚动的 好像打输了 我觉得连校是黑棋 是连校黑棋 所以白棋 这不是败招吗 孤子豪不是输了吗 对对对 孤子豪输了 对呀 那这个 我没弄错呀 这个 是 他下的不好 这个 连校这个地方下的不好 对 这个地方应该先交换了 这个 他不是连连校 是校一次连校 再走这个 对 对 然后白棋上面掉一个 白棋拐打 这个时候拐打是后手 我觉得白棋的大局观 好像还挺好的 不这个棋 不用走 应该用不着走 那就是说要在这边 靠一个 普通的话就跳一个 可能白棋也得 可能也得 那那那我便宜好多啊 这个便宜好多啊 这压出来 没什么意思 它一般你弯弯绕 我不怕 现在 它是拐吃 我刚才说 这不不大吗 你跑 我这么打 我就二路吃 你提我又不理你了 这很小的 那白的非这个 对 黑棋贴一个 嗯 白的长 白棋长 这时候黑棋立下来 嗯 然后在跳的时候 那白的现在就可以挡了 对 白棋就挡了 嗯 这挡 好还是什么好啊 都可以 这个啊 这白的一挡 黑的不敢那个 不敢马上吃它 对对对对 现在黑棋开始了它的 喜功 直接就撞下来了 这个地方应该肯定是 白棋的人 白的要全煎它吧 对白的走这个了 对 嗯 黑棋也不敢整个的全都拽出来做活 嗯 而且中间吊一个 这个 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这个黑的现在 枪法大乱的感觉 白的 坚重是吧 嗯 白的 这个现在你看得出来 如果这招棋是黑的 黑的不错 现在这儿 这个绝好点是白的 你有一束棋油在外面 所以不太好 这首其实感觉太小 太缓 让黑棋搬一下 白棋退一个 我觉得这个退可能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不退 那还有哪能下呢 我很想走这个 真的吗 这个地方 很想走这个 我看看行不行 让黑棋下 如果你把我提了 我肯定不行 我不让你吃 只在里边活是不太行 是不是还得粘上 那你确信你活得了吗 你有这个自信吗 整个把它都这么拽出来 是不是太危险了 你有这自信吗 没有 对 我也认为不容易活 那如果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保留一点 如果这个能成立啊 就厉害了 如果这个能成立啊 就厉害了 再长 它断掉 对 那怎么办呢 这走这个肯定不行 对吧 走这个被它爬一个就不行 如果走这个 这个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 我也可以吃这个 吃这个 嗯 那脚上您能有一个 你退我提 虽然脚上活了 但这边也烂了 是吧 脚上怎么活 脚上它管是先什么 你不是只能吃吗 然后它就活了 那活了 这边烂了 这比那边还 这个不用研究 这个肯定黑的不行 对 所以它因为它不能被踢 就是它走这个是不行的 不成立 它可以跳进来 好 一冲它挤这 那应该成立 那应该护下来 这个 白旗是应该护下来 那我脚上 我这样保留一个活气 是不是好一点 挡上您拐 以后我这地方 我可以跳到这儿 是不是可以有个活气 那你这儿都被护住了 这个都差多了 这个齐后手活 被以后把这个走了 那怎么行啊 你这儿要走一手齐啊 嗯 对 我现在什么都不走 就把这一断 你不就 这活的比刚才好点 不用被这个提掉 那这个不是很惨吗 这个 这个一攻过去 这个也很惨 对 可能也是 要死 不是都要死 你这儿已经要死了 因为这个齐 这一冲 一般都是死骑啊 这个 到处都是死骑 除非你把这几个不要了 把那个往外跑 那我得不偿失啊 对 我这都死了 那我就这个还跑了 这招齐太软了吧 这等于中计了 啊 这招齐 对 被它尝了一下 它尝这个 你就等于尝了之后 再有个断 它如果先走 你挡住 它搬住就顶住了 对 所以这个断就没了 但是现在 你走这个 它以后总是有个断 你不肯了 也就是说 这地方 连孝把那个 孤子豪 就是连孝 虽然是个年轻技术 孤子豪比他更年轻 对 他把他晃了 把他耍了一下 他中计了 以后 他现在愤怒的脱先了 是吧 但这个脚弹扔了很大 人家再爬一下 他吃不消了 是 等于现在 人家走一个 15目到20目的棺子 这大棋 他走一个一目的 对 现在就好 那这个棋 那么离书棋太近了 那刚才如果是这样的话 得差多少 你同样 你这个还是死棋 我这脚上有多大 对 你现在 被人走成这样了 这个太惨了 现在 这棋 应该说 黑棋 离胜利不远了 是啊 现在黑棋 你看 这个棋 还吃着你呢 这边还可以掉你 这个棋 太小了 现在我感觉 黑棋 大得不得了 刚才这儿都说 不好活嘛 他在中间走走 这边就进不来了 现在走什么了 现在黑棋 就是掉了一个 黑棋都不用跑了 因为这边 获利太多 霍利对 霍利你知道是过去美国有一个拳击的选手叫霍利菲尔德 这个霍利菲尔德获很多力 而且拳击的水平也很高 以后他的棋子他可以不是长直接到这儿 你还得帮他爬一个 他就 这个 对 这个总共把白棋的脚变成了自己的脚 对对 这棋 不可忍受 这种 这在我的围棋 这在我的围棋理论中 这两个交换 绝对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 绝对不是围棋 这是不是别的棋什么棋 我最多是斗兽棋 对 人家斗你了 对 这太不行了 现在走哪了 所以以前聂老的弟子 就是下维甲联赛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跟聂老去讲棋 他们都会问我 聂老要讲哪盘棋啊 他们都会要非常关心 如果是聂老要讲他们的棋局呢 他们就把这个棋型要下得漂亮一点 不然的话聂老总批评他们的棋是斗兽棋 他们自己其实挺害怕的 对对对有可能 是 所以 这肯定是斗兽棋 这个黑棋是围棋 白棋是斗兽棋 对白棋这个地方 真的是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现在他要没这块 这个也是斗兽棋的一种 那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法攻杀人家了 大概应该走这个 也不能走那个 这样的形状会互相点到腰眼上 他这个围不了中间 他现在中间不厚 你的空差不多大 嗯 白棋 比如他走这个 白棋在后边 再围一个 其实 你的空还是那么大 但是黑的绝对没那么厚 因为你走这个 你要知道 我给你随便摆几个 假如这样 然后再顶一下 对 他先他先贴这个 让他长 然后再顶你 白棋也要顶 再贴你 这白棋这个空围的好像有点辛苦 还得退 我现在算我没那么凶恶吧 我就算补一个让你拐一个 我估计也输一大把了 是啊这黑棋围的比白棋还大 这你还想活吗 你肯定活不了 是啊黑棋围了这么大 我们用巴掌空来形容 嗯 那白棋这个太瘦 这巴掌都伸展不开 对对 所以这肯定不行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空啊 他围住还不容易 当然他别让他空还多 嗯 现在这个围一个 和吃那个脚 我估计见何 大差 这肯定不用点空 输多了 哦那白棋这个空 不如是这样 但如果在这呢 他也围的差不多大 白的还是差不多 因为他 他不大容易煎这个 嗯 他这有个挤 所以 但是黑的围不住了 对啊 黑棋这个无论走哪 这个 嗯 口还挺大的 那他开着口呢 那不一样 所以 实在 这个围空其实是 黑棋要跟他说信 所以胡子豪这盘棋下的 不是臭 臭不可闻 这个 我这个 真的像您预料的这样 嗯 然后贴了一个 然后又贴一个 然后白棋 搬 黑棋还从这边搬 其实黑棋从这边 顶一点就行了 对 顶一顶飞一飞就够了 就够了 他再搬 越战越勇啊 他只好断他了 对 他没有办法 只好跟他战斗了 这黑的 不减明 还有 有点风险 有一点小风险 然后怎么走 不太减明 啊 他打赤 他长 肯定长 嗯 黑的好像长了这个 黑的现在要吃你 你这个一吃不敢跑了 这个一吃 跑不了了 因为他这个常识先手 常识先手 这地方 蒸子 蒸不了他 他就把这三个吃了 所以这个棋一吃黑的 呃 他一走这个时候白的 对 长一个白棋把它断掉 哎 他 他这么一吃 这个黑棋有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他这个子提了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子给提起来了 他刺到这 哦 他果然刺到这 现在黑的这呢 他这又没交换又好 他这有个顶 哦 实在不行 做活这块 他把脚弃了 死了就死了 死了就死了 他 因为你都让他把这些都提起来 他肯定不怕了 现在 都放到这根上来活了 那黑的 只要活了白的就得认输了 我觉得现在白棋是不是就是一锤子买卖 嗯 他现在是提这个 白的是 弯一个 弯弯绕 黑棋是不是还是有点 黑棋还不如不搬 本来不搬我就在这顶 黑棋还不如不搬 本来不搬我就在这顶一个 然后一补 我这个明显是 就是很轻松的就活 他长这个时候 别压这个就直接顶 先顶 看他是倒还是顶 对对对 他他如果顶这个时候再压 这个他冲他没办法 嗯 你就把那一补就行了 刚才黑的大声 现在这是有风险的声 刚才是没有风险叫乐声 这现在还要比较 两人还要比较一下力量 对 这力量 走不好的话 还不一定赢得着了 现在白棋就是看着眼 对对对 往这点 现在是 点这个的话 他冲 对冲 嗯 然后退一个 嗯 挤到这 啊 其他这也没有两只眼啊 对 黑 白棋直接就靠进来 这眼太凶了 他直接就是要夹进来了 黑的这个是先手 对 因为这一打吃一冲这个 然后就就得下这个 对 但是他可以往前走啊 黑的这个是先手 对 因为这一打吃一冲这个 下这个 对 但是他可以往前走啊 下这个 对 但是他可以往前走啊 他把你这吃了 你这等于被吃了有多少啊 你这 你这 10目 我可以承到下面 黑棋进展26 白棋刚才 嗯 接在下边不行 那黑的先手吃了 所以打吃一煎不行 只能接这个 接这个 这以后 对 他可以爬过来 这到 他把你这吃了 你这等于被吃了有多少啊 你这 10目 我可以承到下面 我可以承到下面 进展26 白棋刚才 进展26 白棋刚才 嗯 接在下边不行 那黑的先手吃了 所以打吃一煎不行 只能接这个 接这个 这以后 断他可以爬过来 这倒没事 那个是有事的 那个 那一打吃一煎 你就完了 这个地方我不会能做活吧 利用这个 不会 现在黑的已经大优了 你吃这个 你只有这一块啊 你的供啊 我估计 最多70亩 它是粘在下面 哦 粘在下面 对 然后 它是粘在下面 哦 粘在下面 对 然后再吃这个 对 然后粘上 粘上 它在接上 白棋 白棋就这一块大空 我们可以 跟着聂老一块 数一下木 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挺难得 我可以看一下 自己的形式判断 和聂老的形式判断 是不是 那加上那个脚上 差不多90亩 加上那个脚上 差不多90亩 先这么算吧 全盘90亩 白棋 对 看看黑棋有多少 黑棋是一条边 黑棋这个需要提起来 因为它这冲一个大尺 通常好像我们说 这个百木大空一般 通常好像我们说 这个百木大空一般来 60亩 那是什么 下边是白棋可以 就如果吃到这个 70 30多 就 70 30多 就 就90了 就90多了 对 对 但您吃到这 但这边还有点 没有 这不好弄 它这有个顶 这个有镜 黑的 现在是轮黑的 现在是轮黑的下 对 轮黑的下 黑的下 白的是应该不太行 那这边给黑棋能算多少木呢 算多少木我搞不清楚 反正 也接近100木 也接近100木 哦 100木 那白棋有90木 白棋有什么弱 这个提了之后 这块有10木实在是很弱的 就123 4 5 6 这差不多6木 这打吃是先行 就算您跑我打吃了 那我怎么会跑这个 不会跑 对 这个大概 这个地方也不给黑棋算木 也就不白 不给白棋算木 就是白棋数这里头 12345 6 差不多 这具体这怎么定型啊 是他们对 白棋撞进来了 诶 诶 白棋撞进来了 诶 诶 等一下 你该黑一下 该黑棋一下 刚才不是 哦 黑棋下这个 黑棋飞了一个 黑棋想 更大的围这块 嗯 然后白棋撞进来 嗯 黑的 必然是斑 对 那如果我把这块 它的二十木 给破掉的话 黑的 必然是斑 对 那如果我把这块 它的二十木 给破掉的话 是不是白棋的木数还行 这边 也要看看 你看一看 看能破成什么样 贴过来 嗯 它又斑了 对 还可以斑 来棋 顺利的 逃出来 来棋 顺利的 逃出来 对 胜利大逃亡了 但是 你要注意到啊 这个 黑棋 这刚才 比六树木稍微多一点了 踢在这 长了一两木 它踢在这 对 我坐回去 二十六 坐回来 它飞 嗯 它就这么搭了一下 对 搭一个 顶 它是断掉 如果这样的话 我怎么觉得好像白棋的木树追上来了 您看是吗 年老 我这块如果还有八十木 然后这脚上一二三四五六五 这个脚差不多打到街上 那脚就是八十五 黑的刚才六十木烧墙 这脚就是八十五 黑的刚才六十木烧墙 这是它的一二三四五 六七 这是点两木 应该没有问题 六十七 六十七的话 黑雷九十木这样 黑雷九十木 黑雷九十木这样 黑雷九十木 黑雷九十木 黑雷九价 黑雷九少 黑雷九ods 哦 小尖是这样子 他这个 然后一走你这个就死了 所以他这个小尖 然后一走你这个就死了 所以他这个小尖 另外呢 你这儿一冲一冲 这儿收着气呢 这个地方还有可能收气去啊 哦 不是有可能 当然是 大多了 那大多了 那白血就小了 嗯 现在煎了 我不知道怎么走了 36 对 然后他立下来 没有吧 立这个要多大的勇气啊 这个立 亏好几目啊 那他先点一下 先点一个 那他还是得立下来 那真的是立下来 立下来他挡住 他挡上 他挡这个 对 他拐住 拐住 要出 对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收点气 对 一收气肯定就完了 本来很细的地方 粘上 嗯 到这儿先交换过一个 这先压过一个 让他扳 他扳这个 那完了 一收气就不行了 这收气的话 收好多气啊 对 是啊 这气等于说我这个 一会儿我就要去这么紧气去了 嗯 你又被他立下来说 这边是气也有关系了 是气得给他提起来的 对对对 以前这是我的空 现在是气得给他提起来的 对对对 以前这是我的空 现在等于说我把空里面都变成紫了 那要填好多了 至少减去将近十目 这外边至少有十气左右吧 都得提起来 那肯定 现在那块的空 这个是增加了 对 2467 3721 223 2425 2627 在这里吧 27 33 3435 36 37 47 57 5859 661 62 那块已经到62了 然后这边是刚才算的是 67 69 79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是吧 对 那白鞋这个瘦太多了 而且他这个立下来之后 这还有一些官子要收你 这立下来之后 你这块也处在要跟杀气的状况 事情是差很多 这还跑出来延弃什么的 对 那这盘棋其实主要的胜负处 其实就是 当然它站得比较 可以考虑再退回来一个 走了几个小局的 这个小飞是白棋的恶手之一 然后 当然它站得比较 可以考虑再退回来一个 走了几个小局的 这个小飞是白棋的恶手之一 然后 它搬的时候 这个退可以唬下来 这个下的我觉得它可能是优势心理 而且你知道 那个时候还有这个 对 我这一跳下来 一弄下来 它这个就完了 而且你知道 那个时候还有这个 我这一跳下来 一弄下来 它这个就完了 嗯 要不是黑棋这样 就是搬一个给它一点点机会 好像看见一点希望 那其实这盘棋好像有点 就是它就是 搬长的时候 别压这个 直接 对对 顶这个再压 它长 我就飞 应该讲这盘棋 总的来说 呃 黑的 嗯 要不是黑棋这样 就是搬一个给它一点点机会 好像看见一点希望 那其实这盘棋好像有点 就是它就是 搬长的时候 别压这个 直接 那这盘棋 顶这个再压 它长 我就飞 顶这个再压 它长 我就飞 总的来说 呃 黑的 总的来说 呃 黑的表 要先先走了跳 对 我觉得 要先走了跳 对 我觉得 这个想法 就是我能吃掉它的时候 我计算上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我能吃掉它的时候 我总是吃掉它的 这是开始的 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起义如果是 无论说要糊下来 当然黑的这个拐车有点缓 那时候可以跳起来 就没这些事 如果这个地方是黑子的话 白鞋应该 没有那么大的空 就掉的时候应该跳 黑鞋的缓手好像还挺多的 这个拐车 对 这也是缓手 没错 好 就这个和开始 最后是 黑鞋应该 下到黑的一般的时候 白的就认输了 对 白鞋就认输了 对 白鞋就认输了 是 联校中华获胜 对 联校 刚刚呢 其实我们在看那个赛果的时候 我看到胡叶峰赢了朴婷 其实这盘棋我特别想让聂老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看看 他到底是怎么赢的 好好好 那拿棋谱来 我们 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时间 对对对 然后咱们因为那盘棋 确实不知道他是怎么赢的 韩国第一人 那咱们先进一下赛场的画面 咱们看看还有几盘棋在对局中 然后我来看一下朴婷环对阵胡叶峰的棋谱 好 现在 还有人在下 对 很少了 现在已经下到了五点多 早上九点半就开始下了 这个是一盘 那边他估计还有一盘 两盘 现在下到五点半这样的对局 是不是比较少见 五点半到一点开始四点半 那边是九点半 九点半到十二点封盘 九点半开始 对 那就是七个小时现在 七个小时 他每方是两小时四十五分 保留五分钟 两小时四十五分 就是加起来是五个半小时 对 五个半 读秒一个半小时 五次一分钟的读秒 那陈耀夜是在这边 关注着他们队友的一个战绩 我想啊可能是 那盘棋应该是中信北京队的对局 可能跟他们最后的比分还是很有关系 是中信北京的 我看陈耀夜过去看棋 我想一定是中信北京队的 那陈耀夜输了 他们输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三盘必须都赢 如果有一盘输了 就主将人家2比2赢 对 所以主将这盘棋通常都比也要关键一点 那聂老您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两盘棋 今天这两盘棋我感觉这个 这盘棋就是陈耀夜和金智希来说 开始双方布局表现的都有一点点问题 好像陈耀夜问题更大一点 所以陈耀夜一直都处于一直追赶中 都是很困难的在追赶 那个后来这个那个白棋就有些地方估计有点退让 所以好像差距没显得那么大 就是盘面差不多 我感觉盘面差不多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个这盘棋陈耀夜的表现差一差 那个应该说是有点问题吧 那这一盘棋这个开始双方有几度交换了一下 这个本来有一度白的还可以 有黑的上面 但后来有几个地方 黑棋表现的比白的好 白的特别是下属斗兽棋的 那个一粘 这个一长一粘太惨了 这个不是围棋 那是通过这两盘棋呢 您看到我们这个中国的年轻小将在哪方面还要提高一点 我觉得好像大局方面 就像是这个飞和这个小坚 可能很多选手就没想过这首 这个飞是绝对不太可能的事情 他本身就下得很窄了 如果你这样下这边就不应该弃掉 你这个又弃掉之后 这个特别的厚了 这走的像拆二吗 对 这个子跟这个子不相当于拆二吗 差不多 对还是拆二 那是敌强我弱手的下滑 我这么强 这个太阻软了 太阻软了 我完全不同意 对 把这个被告和原告给弄拟了 搞错 这是相对来说是白的表现得更差一点 所以联校赢是有道理的 不是说是那个 就是他 应该是 除了下的比较好以后 对方下的比较差 所以他赢正常 是在这盘棋中联校是犯了一个拐吃一个爬 就是这个地方的是 应该先在那边走 对 先在那边走 但是好像白棋的错误会更多一点 对对对 白的错误 特别是到这个棋 就是你谁都看得懂的 就是黑的一走这个白的一走这个 这个棋没法下 是 吃不消的这个 对 在对局中啊 谁的错误更多一点 谁会输掉这盘棋 好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在对局中啊 尽量的少让自己犯错误 应该也是 尽量让对方犯错误 对 给对方多制造一些犯错误 美女有个好处 让她多看看你 然后她就犯错误 36G是吗 美人G 对对对 美人G很管用很管用 也是36G中的其中一条 嗯 可能是 对付着意志薄弱的人 最好的一个G 那以前 聂老中过G吗 没有美女 对我使过G 如果使得G 我就将G就G 那在对局中呢 对局中我真的 我对局中 没碰到过美女 那就是聂老没输过女棋手 嗯 基本上没输过 对 嗯 好我们呢 这个 维甲全年的中央电视台 都会对我们进行直播 所以呢我们 非常感谢 对 感谢中央电视台 我们也请我们的棋友呢 关注我们的维甲联赛 关注我们中央电视台 为我们做出的大赛直播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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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